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恨不恨共产党 是这个体制 我一直在解释 体制本身的那种魔性 那种邪恶性 把人性扼杀了 我一直说的是这一点 今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正在发生 同样会佐证我刚才的提法 所以不是石涛恨不恨共产党 你不恨呢 如果谁今天喜欢共产党 你基本就是助纣为虐了 或者就是你喝洗胶水喝多了 有点晕 法广这篇文章这么说 文章题目讲说 港人追问富豪们 启示中国大陆 文章主要是提到 曾英权所谓被曝富豪们的事情 他什么接受私人飞机的 私人的这种飞机的如何如何 接受什么住宅 其实我觉得道理太简单了 作为曾英权 一方的首领 香港行政特区的特首 他弄点这事太简单了吧 什么跟富商如何如何 你对比一下今天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不用跟富商 当大官的不用跟富商 他是杀富商的 把富商的钱干掉 成为自个儿了 他这么干 第一个第二个 今天中国大陆的高官就是中国大陆最富有的人 还用那个吗 不用 多笨呢 而曾英权这件事情 为什么又在香港引起莫大的轰动呢 是香港人的正常多年来的生活的价值观 这种理念被特首的行为给冲击了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比一下体制本身的问题 而这件事情到现在 文章里提到给大陆人做了一个榜样 大陆人应该知道什么是一个好体制 那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2月23号曾经针对这件事情呢 写过一篇文章 把这个香港好好地挤得了一番 文章题目叫做 英国治下的香港比较好 那引述了远东经济评论前主编戴威斯的评论 戴威斯这么说 英国人在港殖民时期虽然没有民主 但是建立了相对清廉及能干的公务员团队 如今的港府却效忠于另外一个高度贪腐滥权的 一党专政的政权 没有民主 领导更不清廉 不问责 挖恐特区的领袖远不如港英时代 前港区的人大代表叫做吴康民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么表示 他说其实港府这件事情呢 应该说是有个对比 因为道理很简单 今天在香港作为大绝大多数普通的香港市民 生活是很艰辛的 非常辛苦 在香港如此狭隘的地域之内 能够获得一块栖身之地非常不容易 而在所有百业都很艰辛的背景之下 唯独地产商一支都秀 极狭小的团体 而作为香港的第一行政长官 竟然跟地产商勾结在一起 接受地产商的好处 这就变成了整个大多数香港公民 香港普通的居民 对地产商的憎恶的感觉 转嫁到特首身上 形成了今天的场面 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局面 就是星期日在游行的时候 大概有5300多人参加 其中很大的一个比重是公务员 这些人 他很多人是从殖民时期转过来的 到了今天 他们非常懂得 作为公务员 应该恪守什么样的准则 什么样的标准 其实这个概念 就像我曾经跟大家形容过 为什么北美和欧洲西方 普通的这个国家里面 相对那么稳定呢 像比利时没有政府 没有首相达到几百天 可是你没看到比利时 任何的无政府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外整个社会 它靠法律靠规矩 对内人有自己的信仰 来约束自我 为什么国内有维稳费呢 我们看到在人大政协开会的时候 直接提到说 今年的军费和维稳费 持11点多12点多增长 维稳费为什么这么高呢 只有集权的政权 只有把自己放在人民对立面上 它才会出现叫维稳费的说法 老百姓是这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警察 检察官 法院 一切的开支 他都要为党服务 所以党要同样把相应的钱给他们 来维护这个稳定 而维稳费永远不够 因为在维稳费的过程当中 给了他100块钱 他50块钱装兜了 另外50块钱干活了 但是对上面交代的时候呢 他是领了100块 所以他一定要加大力度 去换取 去要得维稳费 为了自己挣钱 又为了维护这个体制 而这些人扭过脸一定会说 这个体制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局面 对比香港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那我们一直提到呢 曾英全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是他自己说的 而且在香港社区当中呢 大家也这么认可 但是今天他所暴露出来的事情呢 在我们国内可能认为是 根本不是事儿的事儿 在香港却成了天大的事情 他可能会被弹劾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苹果日报有篇评论文章 针对他的信仰的角度 是这么说的 曾英全你有实现天主的教导吗 上来提到曾英全 你在香港人面前 屡屡表现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你真的有实现天主的教导吗 天主亲自为信徒立下了榜样 没有华裔紧服 山珍海味 也没有豪宅大屋 名车没酒 要对低下阶层格外的怜民 对受压者深冤 天主特别教导人 不要贪财目视 更不可以接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使明眼人眼瞎 能颠倒正义者的言语 其实历史当中我们流传下来的所谓这些政教呢 都是教导人们要能够守住自己 都是非常教导人们如何做人 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就是 今天曾英全 所作所为 违背了天主的教诲 但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我还是那句话 魔鬼不好的东西 集权的东西 会放纵人们的欲望 好的东西 所谓的我们的信仰 是教导人们约束自己内心的心灵 知道让自己感到恐惧和害怕 来约束自己的欲望 而邪恶的东西呢 独裁的东西呢 是放纵你的欲望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跟党进 就是跟鬼进 一般的鬼 不是还够不上 那真是十八层地狱下的鬼 才能够得上 BBC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李肇星说 交通不便 直选有困难 文章讲 十一届中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发言人 李肇星说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有些地方交通不方便 一律实行直选 还是有困难 完了吗 山川河流太多 所以中国人生活在山川河流 这样一个祖国 富饶的大地上 太富饶了 太丰富了 有山 有这个河流 而且有盆地 有高原 有冷的 有热的 太复杂了 而且交通不方便 所以直选就不行了 绝了吗 连咱石头我都没法评论了 你说我能说什么 李肇星这么说 如果我是那个记者 我也瞠目结舌 我什么话都不能说 我唯一能够说的 可能就把我手里那话筒 照着他鼻子就给一下 完蛋 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能说什么 人能跟那神马东西 说话吗 拼爹的年代 大家说底下是拼爹 你以为上头不拼爹 如果上面不拼爹 就没有太子党这一说 您说对不对 当拼爹的年代出现的时候 如果大家让这个体制下去的时候 大家后头就会出现 拼爷的年代 孙子上去了 不得拼爷 而拼爹的年代是什么呢 这些儿子们是什么样呢 网上有张照片 路透社太坏 诚心破坏党的伟大形象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拼爹大会之让路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薄熙来博大公子 和邓朴方邓大公子 大家就知道了 俩公子碰在一块 邓朴方 坐着轮椅 薄熙来一米八多的大个 看看朴方先生这张脸 再看看熙来这张脸 我跟你说绝对高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好莱坞奥斯卡奖刚搬完 什么都不是 这哥俩 绝对是演员他爹 是个演员 都得向他们学 如果你学不来 如果张艺谋说 我还没拿到奥斯卡金像奖 趁着两会 您也是代表 你跟他们俩一块代表一下 说一下 来一出戏 明年奥斯卡就是咱的 叫零的突破 网友们针对他有一番评论 咱俩把网友的评论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非常有景致 非常好看 第一个评论这么说的 最高级别的拼爹 邓太子 完胜 另外一哥们这么说的 看看邓朴方的那张脸 心里邓朴方说什么呢 小样嘛 你也有今天 另外一哥们这么说的 今天的年代是拼爹的年代 你爹牛 你坐着轮椅都比别人高大 说你爹牛 你完全可以以为 自己屁股下面的位置 喜欢打黑就打黑 喜欢唱红就唱红 你说人家有精神病就精神病 拼爹的年代 这是个什么社会 这是个什么体制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还是那句话 驴不是驴 马不是马 是个神马 东西 这个体制把人都变成了 魔鬼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 刨开这个体制 或者说 让你退党退团退队 有什么不应该呢 因为那是从心灵上 摆脱这邪恶的一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